前不久,柯宇柔和前夫郭宗坤的离婚官司在了审后终于落下帷幕 法院因为郭宗坤婚前隐瞒学历,还和其他女子暧昧 盼她与柯宇柔离婚并赔偿前妻40万元台币 柯宇柔顺利恢复单身,最开心的应该就是她本人以及父母了 柯宇柔在直播的时候满脸都是开心的笑容,整个人的状态都好得不得了 柯宇柔的妈妈更是开心兴奋到手舞足蹈 迫不及待地跑到镜头前谢谢粉丝们的支持 其实柯宇柔胜数真的不容易,这场官司足足打了四连资酒 说到这段经历时柯宇柔也感叹真的不容易,在拿到结果那一刻喜极而起 在打官司期间柯宇柔也受到许多误解,比如被质疑是贪图前夫郭宗坤的钱财等等 柯宇柔也在直播里回应了这件事,称自己结婚前家庭状况就好很多 做直播后也赚了许多钱,根本不是网上说的那样 不管怎么说,柯宇柔现在总算是脱离苦海了 祝福大家未来都一番风盛和妈妈永远都要这么开心 或者是也不要因为一次的跌倒就放弃自己